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这节课讲的内容是 GPPM的一个环境搭建 首先我介绍一下 我这个GPPM的环境,开发环境是什么 咱们这个主要技术用到了一个 GPPM 4.4加Spring,加Spring MVC 还有当然GPPM它本身用的是Habonet做的一个持久化工作 肯定是要讲解一些Habonet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咱们的后台管理的页面 咱们用Ele UI,然后实现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技术选行 这个一个技术选行是基于什么目的去考虑的呢 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咱们首先为什么选用这个GPPM 4.4的版本 目前来说GPPM最新的大概是一个6.2版本 为什么选4.4这个版本呢 因为咱们目前上第一个是市场上最流行的 用的最多的还是4.4版本 它的一些资料,它的一些这个讨论和一个问题解决 还是最多的 自从这个GPPM 4.4版本以后 GPPM到5以后就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更新 把4.4以前的代码整个都退翻了 是因为这个GPPM的作者 他这个跑到这个Active去 他做了另外一个流程框架去了 所以说GPPM是就毅然的把这个原来代码全部放弃了 然后所以说咱们的GPPM 4.4 还是一个最经典的版本 以后的版本就是感动量比较大 而且而且他这个文档也不是很全 用人用人目前来说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所以说4.4是咱们这次主角的版本 就是说它的一个代表性非常强 第二个就是又为什么用Spring MVC或者和Spring做咱们的一个技术框架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Spring是咱们这个目前最流性 最主流的一种并管理的一个IOC AOP的一个框架 它那个所有基本上每一个公司 好多公司大部分公司都在用这个东西 而且咱们Spring MVC做这个MVC程是非常方便的 它的一些参数 它的一些返回值 它的一些验证是非常经典的 这个是咱们这个Spring框架的一个选区 咱们这个Hepernet是什么原因呢 Hepernet是因为Spring GPPM 它默认是使用这个Hepernet做数据持久化的 所以说这个也避免的避免不了 就会讲解一些 但是咱们主要的数据和操作 我还是没有用Spring Hepernet做的 还是用Spring的一个GDPC去做的 因为Hepernet要讲起来的话 内容非常多的 如果讲这个的话 我怕宣宾多主 会把咱们GPPM那些知识 就是讲的就不深入了 另外就是说主要还是用Spring的一个GDPC操作 Hepernet只是说 我用到GPPM的时候 不得不把使用Hepernet的时候 只能这么做 这种做法也正切合了咱们的一个 就是现在市场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理 因为咱们一些公司不一定都在用Hepernet 但是GPPM大家还是很喜欢选择这个工具的 这怎么办呢 就只能是我GDPC操作用的是我自己的 比如说MyBatis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生的一些GDPC操作呢 但是GDPM只能是用Hepernet的 这个是咱们那个 这种就是说这种选心 也是市场上也会见到的 然后那个Ele UI是咱们的一个选心 就是前端过架的一个选心 因为Ele UI的一个表格呀 它的一些菜单呀 它的一些空间是非常经典的 而且会节省咱们大量的一些页面的一些开发 而且它开发起来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是它看起来非常美观 咱们做咱们后台管理是非常方便的 也是咱们现在公司里边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框架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技术选心 然后咱们确定了技术选心以后 看一下咱们的需要准备的都是哪些东西 首先咱们用GDPM 咱们用了GDPM这里4.4 然后是首先有下载地址 这就是这个地址 然后这个地址 大家可以去刻下去看一下 就是点一下进去以后就能下载了 是一个GIP的一个包 里边包括GDPM的一些东西 我已经下载好了 等会儿让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是一个Spring的一个包 我用的是Spring 3.2.9 这个包 现在目前Spring已经更新到4了 为什么没有选择Spring 4呢 是因为咱们Spring 4和那个GDPM4.4去集成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是就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说咱们这个还是用Spring 3.2 3.2是Spring比较最后的比较经典的一个版本 而且它的一些主流功能还是都有的 所以说咱们用了3.2 而且咱我发现咱们这个市场上 就这些公司用Spring呢 还是3以后的比较多 是的 还真是一些新型行业 一些新企业 大胆的企业才会启用这个Spring 4 好多还是在用Spring 3 所以说咱们把Spring 3也放到这里边去讲解 然后咱们GDPK环境当然是用的1.7 因为1.7现在还是比较稳定的 TOMCAT也是用的TOMCAT7 然后我的开发工具是用的买EGLIPS10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没有区别 大家使用是EGLIPS也好 买EGLIPS其他的版本也好 都是没有区别的 只不过用EGLIPS时候 你会就是配置一些其他东西 就是配置起来比较多 但是肯定是灵活性强一点 我用的这个是买EGLIPS10 当然咱们用数据库是用的一个MySQL数据库 这个轻便而且去操作起来简单 是MySQL 5.5版本 最后MySQL的一个管理工具是一个Navocate 就是这个工具 咱们将来会 就是咱们用过数据库的 MySQL数据库的一般都会用过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非常方便 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 咱们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 包括咱们下载地址也好 这些东西也好 大家可下 一定要按照我的来 我给的大家的一些东西 大家一定要去按照我的操作 把它这些下载下来 然后按我的步骤去部署好 安装好 这样会 才会以后都会用到这些东西 这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然后咱们这些东西 准备好以后 咱们去首先去 接下来怎么办 首先就咱们就开始去 正式搭建一个开发环境了 咱们首先启动了咱们的MyGlips 万事开头难啊 咱们只要把这个环境搭建好了 然后其他的就会慢慢的就会 在环境基础上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熟悉 大家注意环境 陌生的环境 大家如果第一次用这些环境的话 也不要害怕 就多查一些网上的资料 因为咱们这些 这些工具还是比较好用的 比较通用的 然后首先咱们打进入MyGlips的页面以后 大家看一下整个 我这是一个白的非常干净的一个MyGlips环境 然后这些东西没用的东西 我是习惯把它把它删掉的 我习惯的试图就是这个package试图 这个试图我比较习惯 大家可以换着其他试图 拿到一个干净的MyGlips怎么怎么办呢 就是我这些讲解 就是从头开始讲 大家如果非常熟悉的话 可以跳过去 首先配置GDK 我的 对了 首先咱们还说一遍 就是说我这个前提 就是把GDK已经安装好的前提下 GDK或者 包括环境变量都配置好了 这个是咱们Java的基础 这个就不讲了 大家下去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配置GDK 它默认是MyGlips自带的一个GDK 是1.6.13 这个是咱们不用它这个 咱们添加个自己的GDK 选择咱们安装GDK的根目录 我是把它安装在C盘这块 在下边 我装是GDK的1.7.15 确定以后 它就会自动呢 把这些GDK的一些炸板什么引进来 然后减确定OK 然后这块的把这个咱们默认的 让它选择 选择上这个GDK 然后就OK了 把这个GDK 我习惯着把它人目掉 刚才人目错了 把人目差1.7了 咱们再装一遍 很快的 大家找到那个GDK的环境 跟着我是一步一步来 这样会没错 但是如果你看视频的时候 感觉哪些地方 就是你熟悉的时候 你可以快进把它快进掉 它这个可能是有个bug 因为它明明选了这个 但是它删的是另外一个 那咱就不删它了 看来是不让咱们删 把这个OK 把GDK的环境配好了 然后第二步就是配咱们 TOMCAT环境 MyEllip是它这带的一个TOMCAT 就是我一般是不需要 不用它这个TOMCAT 就是配着起 用起来就是会产生 就是好多东西找不着的问题 咱们去自个儿去配个TOMCAT 右击这个 怎么配了右击这个 空白这个空白地方 然后点第一个 configure 然后找到 它这个默认是在这 咱们找到咱们那个TOMCAT 咱们用TOMCAT7就选TOMCAT7 然后把这个改成AVOL 找到TOMCAT的根目录 咱们TOMCAT是一个绿色软件 这要解压就行 然后我选的是TOMCAT7.0.59 把它选中 然后OK OK TOMCAT 然后去配置好了 这个是咱们TOMCAT 然后把这个TOMCAT 咱们也给它配一下 TOMCAT TOMCAT它也用到了JDK 这些配置环境非常的繁琐 大家熟悉以后才知道 就是咱们TOMCAT它也有个JDK 你也得给它配一下 咱们这块也会选好多了 如果你不选的话 它就可能就是1.6了 和咱们编译版本不一样 这段话就有时候咱们会开发项目的时候 明明我这一个类似环境是对的 但是开发或者是启动运行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你的TOMCAT的环境 是不是这个 咱们选择刚才选的1.7 OK 这个就咱们TOMCAT的环境也配好了 基本上JDK和TOMCAT配好了以后 第三步就是咱们要做一个 建立一个web的一个工程 咱们的工程名字就启程一个JBPM 咱们就叫做JBPM 其他的就不用选了 这些都不得默认 然后点到 咱们就使用1.5的这头1 这个就会给咱们制作 建立了一个web的一个工程 大家看一下 这块就是完整的一个工程 包括web的一些目录都有建立 建立好了 这个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的 然后 然后这第一步怎么办吗 咱们建立了web工程以后 通常我是一般是把烤炸包 把炸包都烤进来 炸包是从哪儿烤了 就是说咱们刚才不是下载了一个 JBPM的一个包吗 或者是Spring的包吗 这些炸包都引用到项目中来 咱们我是已经下载好了 大家下载好了 以后也和我一样 咱们我都把它下载到这里边了 你看这个JBP包 咱们把它解压到本地 首先咱们考JBPM的一个包 把这个Spring也解压了 Spring3.2.9 ReleaseJBP Release就是一个发布版 就是它这发布好的 咱们把这个打开了以后 这些包里边 咱们拿到这个以后 需要烤哪些炸包呢 这也是个学问 咱们第一步 肯定是要把这个JBPM的核心包 就在最外边了 把它烤进来 然后它有了 然后第二步 进入live下边 它有好多包 这就是JBPM那些依赖包 大家看一下有哪些东西 大概有那些 common的一些工具 这是阿巴奇的一些 还有这个 大家一定要关注几个 是什么需要的关注的呢 大家看一下 有个MyCircle的一个链接 connect 这是咱们JBPM默认的一个链接 这个是咱们 就是说我这个是默认 是MyCircle的 还有一个大家要关注的 这个hybronet跑哪了 H 看见了吗 hybronet的call 找 也说咱们JBPM默认的是 把hybronet的包去烤进来了 所以说咱们不需要再去 找hybronet的一个包了 所以咱们就把这个烤进来 就OK了 它默认的是用了hybronet 然后咱们把它全选 咱们也不分别的了 就直接全选 把这个去掉 这个是咱们不需要的 把Ctrl-C烤进来 然后这些包然后都烤进来了 这是咱们JBPM的包 然后就烤全了 然后烤咱们这个Spring这个包 Spring的包是都在lab下边的 它这个Spring包的特点就是包括Spring的一个Doc文档 或者Source圆码它都会有 咱们只需要考诈包的写 这些其他的用的时候才可以考 咱们把每个的诈包考进来 它的文档和它的圆码咱就不考了 那咱们把每个都考进来 用到的咱们基本上都要考 看一下 这些持续的一些核心东西 咱们顺便看一下 这是AOP的 这个是Spring接的 它这也是作为AOP的一个辅助 包括TOMCAD的 包括JDPC连接的 ZMS的 ORM的 OXM的 它跟Stra是去对接的 咱们这个包就可以不考 包括它测试用的 事物的 Web的 Web MVC的 就是咱们Spring MVC用到的包 这些咱们都考进来 咱们能考到的就这些 将来就是如果有在报错的话 咱们再去处理这些错误的时候 再去看一下其他的包 咱们把这些包用到的 目前知道的这些包都会考进来 这些包都考进来 不代表就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包都考全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项目中启动了 很可能会用到其他的包 如果但是这个 你现在是如果咱们经验不足的话 是不能预料这些会报什么错的 只能是用心的时候 咱们去判断具体的问题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然后炸包考全了以后 怎么办呢 就是说开始就是 咱们去正式做一个项目 做个项目 首先咱们要做一些建立一些项目的一些路线 比如说咱们这个 做一些包 包名称 比如说这个包 咱们就要看点JPPM 咱们再做一个 什么包呢 就是专门放配置文件的一个包 配置文件的一个包 然后呢 这些都是咱们的乍包 然后就考全了 包考全了以后 咱们这个项目的出行就出来了 大概咱们项目就是长这么样的 然后如果没问题的话 然后把项目 然后一部署 然后他们开始一启动 然后咱们就能看到了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过程 这节课咱们主要讲解的是一个 环境搭建的一个初步的一个 这些包和目录呀 这些需要的一些工具 这些东西的一个作用 这些操作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咱们讲解这些配置文件 如何去配置 谢谢大家